賽事面 往前面 往前面 有提到這次修復上 大家這個離世的心 你会比较这个比较波动一点 帮我们聊一下 为什么这一次这个情形 会让我们特别的不舍跟感伤 因为其实很冤啊 我们看到那个新闻事件的发生 就是一个手刹车没拉 就是一个小小的疏忽 竟然可以酿成这么惨痛的一个悲剧 那当然有许多人其实很年轻 那妈妈都哭到简直是不能自己 甚至贪婪连站起来都没有办法 不是好好的吗 不是还约好要做什么吗 不是还要陪我去吃饭吗 怎么忽然就变成这样 只不过是坐一个太鲁阁的火车而已啊 也不是坐飞机也不是坐什么啊 怎么会是史上最严重的一桩 台铁的这个重大的灾难事故 我们昨天彻夜完成了八剧 那我们后续今天的进度上面 会怎么样来协助 那有没有预计大家可以完成几句的这个修复 今天如果没有比较 就是没那么严重的 如果这些遗体如果没有这么多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会开始往比较 就是可能比较破碎的引体去处理 所以进度就会比较慢 服务一个爱店的时候 其实它是会深深的进到 他的亲人的心灵 那那种感动我相信 可以让他更有力量 走未来的人生 其实这个还蛮重要的